他内向腼腆 不善言辞 你觉得我们俩谁偏大一点吗 嗯 没嘛 是什么让不善言辞的他 在舞台上语出惊人 全体都起 他阳光开朗 然而在他乐观的外表下 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坎坷经历 爸爸和妈妈操心你的事吗 我现在只有爸爸 没有妈妈了 跟爸爸分手了还是去世了 去世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 大概一岁多不到两岁的时候 现在你我妈长得什么样子 我都不知道 他们温柔美丽 时尚前卫 现场频频碰撞出爱情的火花 你叫大家为什么笑吗 你跟他可真是一对啊 相同的经历能否让他们走在一起 最终选择意外频频发生 结局到底如何 敬请收看今天的选择 今天最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选择 今天这期节目呢 来到我们现场的是 三个年轻的姑娘和三位小伙子 希望他们在现场能够选择成功 首先为各位介绍一下 三位选择顾问 情感达人王伟念老师 欢迎您 媒体人庄严 王瑶 欢迎两位 我们今天现场呢 可能有很多的这个亲友团 先生您好 您是亲友团吗 对对对 您是男孩的亲友团 还是女孩的亲友团 男孩胡远 胡远 胡远是一号男嘉宾吗 对 这孩子怎么样啊 挺好的 那是 你肯定得说挺好的 还得找个啥样的呀 你比如说这有三位姑娘 你希望她找个什么样的 随她的缘分呗 你连看都没看一眼 不好意思看 你要找对象吗 找对象不找 姑娘嘛 像我这么大岁的时候 绝对不好意思看 你帮你侄子选对象 你不好意思看 你怎么帮你侄子选对象 你侄子叫你来 就是让你帮着他看一看 你侄子属于个特高那种吗 一米八六 一米八六啊 一米八六 老庄 今天我希望你站着主持节目 这样能显出你的优势来 老庄 我能想 我能帮人家衬托一下 你想吗 基本上是这种状态 八六 一米八六差不多 你能往高再出点吗 往哪 您多高 什么叫我多高呀 我一米八一 你还不好 一米八六 我称托一下 这是称托 这一米八六到底各有多高 老庄 你能做个标识 站这一下吗 好 掌声有请 一号男嘉宾 你好 你怎么脸红成这样呀 一号男嘉宾 胡远 27岁北京人 未婚 职业汽车售后 选择鱼鹿 希望早日找到那个 能让我宠上天的女人 麻烦您能站这一下吗 是吧 站直点 站直点 对 其实我觉得找对象 我应该挑高的找 那矮的包就别看了 是吧 哇 这歌是我喜欢的歌 你觉得这歌呢 我觉得这歌 相对于我来说 你海拔高了 那是你亲叔叔吗 呃 对 不是 不是 那是你亲叔叔吗 那不是 那是 就是单位任的师傅 然后来改名叫叔 我就在想 要不然他叔 这歌 能 他们家下一代 能找这歌 哎 我想问一下 你叔旁边 那位女士是谁啊 是 也是我们单位的 阿姨 等于我也叫师傅 等于就是说 不是婶是吧 是 等于我现在叫婶嘛 就是因为 关于处得不错嘛 人就是说 你叫他叔 你叫他婶 他俩又说没关系 不是 你们单位够乱的 就是因为挺亲切的吧 就是平时在单位都叫婶 明白了 你管你们单位 年纪大的都叫叔 年纪那个女性都叫婶 这男孩就看起来挺踏实的 应该是那种特别老实的那种人吧 就特别内向的那种 小伙子 北京人 27岁 是 什么叫汽车售后呢 在三四店 那个 现在做汽车售后的行业 就是说 比如说我买了车 然后呢 我那车坏了 就找你是这意思吗 对 人家对这个车 有意见的来了 跟你直接交流 然后你就跟人家解释 有这时候吗 也有 但是少 居住少 因为我们比较忙 基本上客户见不着 我们也见不了客户 我特别想知道 就是坐这个汽车售后 是你一直以来的工作吗 不是 之前是参考军 当过兵啊 当过兵 那你一定能做一百多个俯卧车吧 现在不行了 因为有偶尔也不经常做 你知道吗 上次吧 我们来了一人录节目 后来现场就把庄老师给PK下去了 这不是网绕的 没有 从此 庄老师在办公室 每天根本就不审片 天天练俯卧车 就等这一天呢 掌声又请庄老师 里面 我们就能够了 我们就能够了 这个人 不打算 一人录像 不不拔 这一人录像 在我身上 还会 有什么 也不承担 这一人录像 是 我们不担心 这一人录像 我们知道 这一人录像 在那边 这人录像 我 这个人录像 我们在那边 我们要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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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家庭里的就是父亲从母亲的那种家庭 你看她刚刚说说我晚上做饭做完饭播出来点给她带上 这一定是爸爸给妈妈做过的事情 对一点一点 听完这话因为还是挺高兴的 因为我的交友宣言就是我长得不是王子是把我当公主的人 谈过恋爱吗 之前有 之前有 应该是有过一段还不错的情感 还可以吧 还可以 后来为什么分手了 可能脾气融到一块儿 然后生活当中 它是不是比较细心的一种 特别大的咧 反正我去调整基本什么都是我 我去调买菜什么的 讲究都是我去选 然后基本她就在旁边去呆什么都不玩 我问你的问题是后来你们为什么分手 分手就因为我觉得她心没有那么细 然后脾气特别棒 俩人说不到一块儿后来就分手了 我怎么听说你是曾经受过一次伤害的 就是因为这次受伤了 我交了四年就快五年了吧 女朋友 对对对 然后对她特别的好 就基本体验丈夫的吧 衣服什么都给她洗 袜子什么的都给她洗 再一起五年了 就真的就是应该要不如结婚 而且这人生有几个五年 就一般来讲三年 二三年就可以结婚了 你说的这个宠字 其实能说到好多女孩心坎里面去的 当你进入一段感情的时候 和一个女孩面对面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你要想 你是不是喜欢她 另外一方面 我也觉得你应该问一下对方 她究竟是在爱你 还是在爱你给她营造这种感觉 她就觉得我这人特别贱 应该她是 我觉得后来我跟她讲我脸的 都应该去互相分担 甭管谁上边确实都来 根本听不清楚 你就是基本的 我到周六周 我们俩衣服都我去给洗 各洗机里 有时候手洗什么的 基本她就回来 基本什么都不打 就是在家一看电视什么的 就呆着 后来我就觉得跟她分了 因为这样生活 就过得太有压力了 太有压力了 是你想分的 对 因为我觉得她 你还是没讲实话 实话 实话她有新的感情 当时她是在什么情况之下 你知道她有一个新的情感了呢 就是 今年 今年吧 今年月份 月二月份 那之前你没有任何的 预感是吗 也有 就是 没怎么发现 后来俩人越来越近了 后来我再提出来 我跟她说清楚了 我就说你 是不是有点出格了 有点出圈了 就提示她一下 会不会这事对你伤害特别大 还是比较有伤啊 我觉得她挺维护她前女友的 挺尊重女生的这点情况 王导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她说这个人呢 一定在情感中 不能把无微不至 当作是心安理得 其实可能你这位女友 在曾经那段日子 她会觉得 你的无微不至就是应该的 但是很多心安理得和理所应当 就是因为过度的无微不至 把无微不至变成一种日常生活 一种必给亭 一种必须有的一种状态的时候 她就不以为然了 时间长了之后 她就自然觉得 这是一个心安理得的事情 我想你刚刚分手的时候 应该非常难过吧 嗯 对 基本不吃饭吧 基本不吃饭 就是天天自己去河边溜班去 她再也没有回来找过你吗 没有 没有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平的 哪怕你公平不了 你也得站个大头 看不到她对你的一点点好 你就对她全认全意的 不成的 她没有很好的处理 两个人这叫感激感激 因为她一味的对她 对这个女孩 她没有注意办法 她今天所有表现给我们的这种状态 说的稍微重一点叫逆来顺受 或者特别听话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你会在第一时间吸引很多女孩子的注意 但是我特别担心的是你这样的人 要是一旦你决定宠别人的话 其结果就是 再也不会有别人宠你 所以你这个应该改成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她想宠我 其结果是被我宠她了的女孩子 这样的结果可能就会更适合你的生活 否则的话 我担心下一个情感到来的时候 您再受到伤害 应该是没有走出来 现在应该还是停留在她原来的感情上 不一定吧 我看她的那个神态 我觉得她已经犯下了 其实从今年的一月份到现在 不过才五个多月的时间 对 你认为走出来了吗 走出来了 什么时候开始走出来的 就是今年的四月份吧 四月份 是谁帮你报的名 还是你自己报的名 自己吧 你想开始新生活了 对 因为是比较明的大学 长得踏踏实实的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其实今天来 你也是想让她 想告诉她 我要开始新生活了 我不等你了 可以 其实啊 今天这个男孩来的目的 未必是向那个女孩去说 我们告别了 因为那个女孩 已经有一段新的感情了 而今天你站在这儿 你要想明白的 是你要向自己去说 告诉我自己 我跟那个女孩 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我也不会为你的高兴而高兴 更不会为你的问题而感觉到不舒服了 她已经与我们无关了 对第二女友 可能不会像第一女友那么宠爱了 就好像就是吃一切长一阵 第一次那么失败 因为那么宠她 她不珍惜 第二次恋爱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 会有这种情况 她不会全心 我会这么看 我觉得如果是有 就是有真情的女人 她会对每遍的 都会以真情现代的 作为女孩来讲 我想 女孩子们都会喜欢这句话 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把我能够宠上天的男人 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所有的女生可能都会这样想 但是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 就是不光要男相宠女生 然后我觉得如果两个人是有感情的话 肯定是女生也会同样会关心男生的 你是单身吗 对 哪里人 北京人 今年多大年龄了 29 29 会不会是那个最纠结的年龄 特别纠结 特别烦 一会儿一个朋友结婚了 对对对 一会儿一个朋友结婚了 昨天刚刚接到一个电话 有个朋友结婚了 我就不知道 当你叫别人那个电话 邀请你参加婚礼的时候 是特高兴呢 还是有点 怎么他们都嫁了呀 首先是 高兴 首先是会提别人开心的 然后其余就是自己很纠结 爸爸妈妈今天来了吗 妈妈 您好 今儿这是全家总动员呢 对 着急 着急 这姑娘这么好 对 咋就没找一个合适孩子呢 就没碰上头缘的呢 是吧 对 你没给她张罗的介绍呀 我就是给她报的名 上这儿报的名 没去别的地儿晃晃呀 没有 就相信这儿 对相信 因为我经常看沈德 经常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一定很喜欢王导 对 她跟我说了 今儿个简王的啊 我说我还喜欢老庄 老庄说话特别有劲 特别有用 恭喜庄老师 有了中老年女性粉丝 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 您觉得这小伙子怎么样 挺优秀的 挺好的 嗨 孩子 我再看看啊 你这个人挺好的吧 挺好的 就是吧 比你女儿小点 比你女儿小点 但也是北京人 那个 你介意找个大两岁的姐吗 不介意 真不介意啊 你先想一下 有看看多高 如果不穿鞋的话 一米六五 一米六五 做什么职业的 我做互联网行业 IT 对 IT行业 嗯 离你那远吗 还成 来 各位观察室里的女孩子们 当听说男孩想找一个 要宠上天的女孩 你们什么感觉呀 挺高兴的 挺高兴的 有人想把她收入囊中吗 太快了 想再了解了解 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人想跟她继续往前走走吗 都想了解一下 我们都想再继续深入的了解一下 深入了解一下 好的 一号女嘉宾你好 你好 你好 你有多高啊 我一米六三 一米六三 要站她身边 会不会觉得 这个头有点问题啊 嗯 稍微有点 嗯 你要找个像我这个头的女朋友 你会介意吗 嗯 不会 你倒不挑啊 年龄也不介意 个头也不介意 这个 要是长成那王阳那样的行吗 那女孩那样的 也没事 也没事 就是说觉得 等会儿 我长成这样也没事 有 你有这么说话的吗 不是 什么叫长成这样 她长得 王阳我好高兴 真的呀 你不要对着我说这样的话 太伤自尊了 她就想长个女孩就这么高 是这样 嗯 但你指定不能说长成这样吧 女孩 长成这样行吗 没事 没事 不外面 长成这样 长成这样 长成这样也没事 你怎么说 人好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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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 我可以教一下小伙子 怎么说话 对 我很怕待会儿一号女孩上来 叫她说出这种话 对 她要跟一号女孩说 没事 长成你这样也没事 掌声有请一号女嘉宾 小新台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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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念老师你好 王伟念同事 你好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冯莹 今年25岁 我从事的是旅游行业 我是一个性格内外兼备的女孩 有时候活泼开朗 有时候泪向敏点 那么我的爱好 喜欢看书 听音乐 平时逛逛街 有时候了 会去晋升房 锻炼 我希望找一位 有责任感 尚精心 孝顺的男孩 最重要的是 他能够懂我 疼我 关心我 希望你快快出现吧 25岁湖北女孩未婚 导游 嗯 是国内导游 还是国外导游 国内的 全培还是地街 都有 都有过 嗯 国内导游主要是导哪一片 北京的 周边的 或者是外地 都有 那就说今天好像出差了 嗯 我估计你根本就没有时间谈恋爱吧 对 现在还没有把自己嫁出去 你要估计找了对象 能有时间谈吗 嗯 有 尽量吧 她那脸型挺 挺富台的 稍微有点就圆圆的挺可爱的那种 小伙子 对姑娘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蛮好的 蛮好的 你看了吗就蛮好的 看了 看了 这样啊给你们一点时间 现在你们俩是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约会 相亲 你能先把汗擦擦吗 嗯 没了 要问什么问题吗 你身体还行吧 不 就是紧张 因为没来过这种场合 真行 没问题 好 开始两分钟的自由交流 你也可以问她任何都可以 明白吧 因为庄老师是卖水的 是啊 对 如果你需要水可以去她那买 好吧 预备 开始 你是北京人是吧 对 今年多大 二十七了 二十七 做汽车销售是吧 对的 三四店做售后的 平时工作忙 平时比较忙 有时候单位有时候来 有新车下线 我们去接车去 然后加个班什么的 平时喜欢旅游吗 还行 我一般老爱去尽交什么苹果 什么采摘头什么的 那京东大峡谷去过 没去过 前两年刚从那边回来 哦 一定挺美的 嗯 风景不错 你父母是干什么 就是家里 我爸爸是做建筑的 建筑的 母亲是 我 我现在没有母亲 哦 明白明白 不好意思啊 没事 那跟那个导游干了有几年 一年多 两年 嗯 在北京也 买房 这个 住单位 自己租房 自己租房 嗯 你为什么说话 声音那么小啊 嗯 你是不敢说呢 还是你讲 让他觉得你特别老实啊 还是你本身说话就这样 嗯 比较勉签吧 这会约的怎么样啊 马马虎虎 你相过亲吗 没有 没相过啊 你至始至终都没去给人姑娘买杯水 我都跟你提醒过了 庄老师那卖水 而且你也没问过他你喝不喝水 是我没来得及问 没来得及 过一会儿姑娘说我该走了 怎么办 我当时给他买去 第一眼感觉吧 我感觉他俩好像不合适 但是我感觉那个女生问他问题的时候 问的又多了点 多 我感觉好像是对他有点感觉 还是意思 对 所以说我就很难说了 这个 比如说 有一个人在你这买汽车 先生我那汽车出问题了 你管不管 管 怎么管啊 呃就是您先那个先是报损什么什么毛病 叫你这么说我早跟你跑起来了 今天平时就这样吗 平时也这样 我觉得今天来你可能得调整一下自己 对 你会唱那君歌吗 君歌现在有的忘了不在这 我的意思就是你能大声那个什么吗 嚷嚷嚷嚷 你给我喊一小息立正 小息立正向前看齐 现在 现在喊不过来了 就 特别 特别紧张 反而喊不过来了 我是你的兵 你喊一下 我听一下 预备 听 这好 真好 大点声 预备 你当过班长没有 代理班长的时候 你喊过对面 喊过 你喊过你 这事对你来讲很困难吗 因为可能跟我回来有四年五年的时间 你回来六百年 你也不能说连烧喜立正都喊不了 就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男人呢 有的时候他需要一种当的人面的时候 你能够正常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对于一个男人很重要 就是有人群的时候 你要有存在感 你是属于那个只要有一群人 你一定是让到最后 实在不能让的时候再说 就是说你在人群中 你太没有办法 把自己变成一个人群中的焦点 这个你是很吃亏的 给他点个氛围啊 从现在没氛围 就这样 声也很足啊 这件事当兵的还是有点啊 太容易了 你知道大家为什么鼓掌吗 就终于听你说了一句痛快话 我觉得是属于那种慢性的 偏慢性的多一点 但不是特别磨叽的那种 这样吧 大家说的话我帮你听明白了吗 你回观察室里能声音大点吗 能 真能吗 真能 能吗 能 您的呀 你把观众全能弄得站起来再坐下 这算你今天完成任务 想好我转 全能弄起 什么 还行吧 行是吧 别着急 有人还真想跟你说话 各位女嘉宾 谁能帮着小伙子说两句话呀 好的 班姐您好 我觉得这个小男孩妈 她比较自情自信的一个人吧 等会儿 你过来叫什么 小男孩 小男孩 你看你在他们眼里就一小男孩 不是不是 因为她相对我的年龄比较小 我29岁了 你29 对 你是安徽人吗 我不是安徽人 我是湖南的 哦 因为第一次恋爱嘛 能够做到 一般都是非常蠢蠢的一般的 这是情理之中的 也说明她是一个付出有真感情的人 是个至情至性的一个人 还有人想替她说话吗 我觉得这个男嘉宾 反正我们感觉印象都挺好的 而且一直特别想知道 倒是有懂 她想知道你有多宠 刚才她已经说了很多细节呀 比如说洗袜子啦 比如说做好饭拨出来 给这个女孩戴上啦 等等等等很多 有多宠呢咱们 你想有多宠就有多宠是吧 是吧 假如她要是也能看上你的话 你是愿意让她当你男朋友的 应该可以考虑 我相信你今天一定可以有所收获 因为其实找老公她这样挺好的 真的是 她一定会对一个人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既然离开现场 什么话对三号女嘉宾 或对一号女嘉宾说 希望你能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这话吧 我要是那女孩 我就觉得你是把我推走的样子 我要是你 我就说我好希望见到你 那就找你 那我就好希望见到三号女嘉宾 看你这样说吧 就把一号给得罪了 不 这就说 你先跟一号说 这不是眼前先有人吗 没话可说 不知道说什么呀 俩字 无语 你帮我形容一下三号女嘉宾是什么样的 她头发比我短 比我短一点 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 嗯 这都是你爱听的吧 不是 对什么 我觉得对女孩子漂亮这东西 也是单一的一方面吧 其实还是人好 心眼好 是主要的 人品吧 你看这汗出的 真不至于 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人比较老实汉厚一些 小伙子我必须要告诉你 你现在的问题是不自信 严重的不自信 刚才在和观察室的三号女孩说话的时候 有一个下一次动作 主持人让你说 来你跟那个观察室的人说 你往后退了一步 然后第二次让你说话的时候 你又往后退了一步 很典型 你现在特别的不自信 我告诉你世界上的女孩 可以喜欢各种各样的男人 她唯独不喜欢不自信的男人 在台上紧张不怕 当然要自信 在最后的时候 你会站在那待会儿 然后这儿会站着几个女孩 我希望在那一分钟的时候 你不要不自信 你可以勇敢的把花送给一个 你所喜欢的女孩 因为如果我不说这番话 我很担心在那一分钟的时候 你面对这边的女孩 你一个人都不敢做 加油小伙子 再见 谢谢 太紧张了 口味都湿了 你对台下的女孩 感觉好像对台上那种 我感觉台下边吧 台下边那个还行 你喜欢导游这个职业吗 我喜欢 我也特喜欢 我老觉得 哎呀我要能当导游就好了 就可以到处去玩了 带团的时候和自己真正去玩的时候 这种心性是不一样的 当然你要负责任啊 嗯 你要看看前面跟上没 后面跟上没 对 有很多很多事对不对 导游呢我又觉得是一个特别繁杂的工作 因为经常可能就会 怎么说呢 就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 包括订酒店呀 包括吃饭呀 包括有些客人的脾气呀等等 你遇到过吗 有遇到过 像原来接过一个团 是北京地阶团 住的这个酒店呢 相对来讲差一些 差很多 然后客人说这个酒店呢 环境不好 要求 就是不住 最后 一直在协商 因为当时也是一个旺季 实在没有房了很紧张 你着急吗那个时候 着急 挺辛苦的呗 肯定想找个依靠 爸爸和妈妈操心你的事吗 我现在只有爸爸 没有妈妈了 妈妈是跟爸爸分手了 还是去世了 去世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 大概一岁多 不到两岁的时候 你不到两岁 妈妈就去世了 对 我现在你我妈 长的什么样子 我都不知道 从小没有享受到母爱 妈妈是生病吗 还是意外呀 生病 只有你一个孩子吗 我还有一个哥哥 爸爸会把你当成长少明珠吗 没有 他们会很宠哥哥吗 其实 因为我们家当时的条件 经济条件 不是特别好 也算不上有多宠 我都从他眼睛里看到那种忧伤 对 他为什么觉得他25岁 看上去没有那么年轻 可能这就是一个原因 爸爸有没有再帮你找一个妈妈 嗯 原来的时候找过 后来 嗯 可能不太合适吧 然后就没在一起 和爸爸感情好吗 嗯 还可以 和哥哥感情好吗 嗯 还行 这个女孩子的所有表达都是 还可以 也还行 她好像 就不像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 我老觉得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 往往会性格比较强 因为他没有妈妈 所以他那么小的时候 可能就要自己洗衣服 嗯 就要自己去照顾自己 但是他所有的表达 既不像导游 你看我们印象中 导游都是那个 举个小题 来来来来来 这边这边这边 啊 是这样吗 就 对 就你给我的感觉真的不是这样的 他的墙依然在 被隐藏了 为什么 呃 工作中的我和生活当中的我 是两个不一样的我 生活当中的我 性格应该是来讲比较类像 不怎么爱说话 但亲家庭的孩子性格可强了 说话尿敲尿敲的 感觉不像 不像有什么太大性格 太大脾气的人 你有碰到过特疼爱你的男人吗 嗯 没有 长这么大都没有吗 没有 谈过恋爱 谈过 但是你觉得他并不是最爱你的 嗯 为什么这样说 我是上学的时候 谈过一次恋爱 嗯 到现在目前为止 就谈过一次恋爱 嗯 然后那次恋爱 嗯 是非常的平平淡淡 最后分手也是很平淡的分手 嗯 所以中间的过程呢 走的过程 并不是那么让我刻骨铭心 分手多久了 是因为毕业分手的吗 嗯 嗯 对 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 嗯 你还会惦记他吗 时不时会想起他吗 嗯 偶尔吧 但是特别少 你上台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包括你对那个男孩子交流中的那种状态 然后感觉到你真的不是在舞台上的这个人 母亲可能很早就离开你了 父亲和奶奶 让你感觉到并不是对你那么宠爱有加 你会觉得自己很孤单 从小就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对吧 有 从小失去母亲的一号女士冯莹 常常会觉得自己十分的孤独 从小到大 她根本没有体会过什么是爱 回望自己走过的路 她发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人是真正爱自己的 她觉得不安 觉得难过 在现场她演唱的这首歌 也深深的表达了她内心的真正想法 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 日子在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 虽然这种想法里面就是太简单 想投入的挺好 估计她选这首歌能在这上面唱的话 肯定是跟她的实际生活 还有她的心愿很相接近 对面的男嘉宾 二号男嘉宾 你认真评价一下唱的怎么样 我觉得唱的挺好的 挺好的 嗯 那个你今天来这开心吗 挺开心的 刚才她讲了她自己的身世 其实小的时候挺不容易的 你会不会觉得挺同情她的 同情倒不至于吧 反正坚强点呗 嗯 你觉得你够坚强吗 嗯 应该没她坚强吧 哦 没她坚强 我特别想问个问题 一号男嘉宾回房间以后还出汗吗 嗯 她说不出汗了 那你看着呢 我看还有 你估计你上台来也会这样吗 正常来讲应该不会 不会是吧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掌声有请 二号男嘉宾 二号男嘉宾张楠 27岁 北京人 被婚 职业工程师 选择语录 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 走到哪里都是流浪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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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大家笑什么吗 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吗 不知道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我坐您位置是吗 不是你坐我位置倒没事 你看哪里 虫子 后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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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就当你跟我握完手之后 老庄立刻做了一动作 老庄 请问您做什么职业的 就在国企里边 技术管理吧 IT的吗 不是IT 机械制造 机械制造 我明白了 你天天跟机器握手 不太跟人握手 能跟我握一下 已经算不错了 但是我可以理解 因为你是一位工程师 工程师在我们的印象中 就主要会和机器打交道 机器打交道 图纸打交道 你做设计吗 但是跟老婆过日子 有的时候真的 你还是要学会观察 其实这是你生活观察的第一课 就是说要告诉你 你如果找到一位女士 从今天开始 你不光是把她带回家当媳妇 当老婆 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琢磨清楚她今天想什么 而且这个男孩还挺文艺青年的 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 走到哪里都是流浪 好 现在给你一点时间 您跟这位女嘉宾交流一下 还好到现在你还没有出汗 我不会出汗 你没那么紧张 不至于啊 一号男嘉宾 大 他说我不至于的 那个前台四就谁那么没出息啊 您怎么看 特别紧张 第一次还得闯 就你听这话只是这么解释一下 不行 这孩子呀 基本不开玩笑 我发现你跟他说什么 他都非常之当真 你觉着啊 如果单纯相亲的角度来说 第一个男嘉宾舒服一点 还是第二个男嘉宾舒服一点 心里的感觉都差不多 您觉得呢 对这位女孩的印象怎么样 我也没见到下一个 我哪知道 嘿 也就是说你必须得有对比才可以 那他都对比了 为什么我不能 嘿 那评价呀 各方面 应该还是没什么感觉 没有什么特别吸引这男孩的地儿吧 你对这个年纪 女孩子的年纪有要求吗 你多小就成 比你小 那就是说比起大两岁 肯定不行了 正常来讲应该 万一有什么时候算不正常呢 就是 忽然特特别 就感觉特别靠谱呗 嗯 你就台下那橙色那个 有点特靠谱吗 先甭说了 秘密是吧 这样离开现场 你有什么话对他讲吗 嗯 没有 没有了 好 那休息一下哈 没有第一个实在 第一个比较实在一些 第二个把它 就有点 完事不公 是自己报名来的吗 都报很久了 你这是挺难排的 那每周这段时间里 一直都没有女朋友 没有 是没碰上吗 碰上过 只不过 不大呗 嗯 对你来说 其实是有一段 深刻的爱情的 嗯 算是吧 嗯 结果自己一不小心 给弄丢了 嗯 后悔吗 后悔 那给我讲讲 这个故事好吗 一个让你非常后悔的故事 那个时候 没什么特别喜欢 不喜欢 就觉得在一块 挺舒服的 嗯 就恋爱了 对 你们俩恋爱多久 四年 这四年当中 幸福吗 嗯 当时觉得都是 应该的吧 但现在 回想起来 应该挺幸福的 然后呢 然后只是自己 比他早步入社会一年 最后没把持住吧 没把持住 嗯 可能有点大 可能这话有点大 不过说出来 倒无所谓 就是你在跟他 谈恋爱 在四年中 突然碰到 另外一个女孩 是这样吗 嗯 对 是网恋吗 这个也只不过 是一种方式 怎么认识 倒不是很重要 嗯 你跟这个新的女孩子 一起约会吗 那时候不叫约会 吃饭吗 只是吃饭 对 嗯 聊天 嗯 吃饭聊天逛街 唱K 这些事你之前 跟你处了四年的 这个女朋友知道吗 不知道 你的女朋友 怎么发现这件事的 是我一个哥们 看不过去了 跟他讲了 对 因为他是我们之中 我们俩唯一的交集 然后 他跟你闹了吗 闹过 闹了 因为那时候 可能算年轻吧 因为我们之前 以前 就是生气了 分手什么的 我都是等待他 来找我的 嗯 我 我几乎不找他 因为我觉得 他有一个 相当好的能力 就是属于说那种 自愈的能力吧 嗯 然后谁知道 到后来就 因为这事可能 出乎 我的预料了 然后到最后就是 越整越大 然后最后就 不联系了 我觉得他可能 就习惯 他那个女朋友 一生气就来找他 但是他女朋友 碰到这种事 要是我的话 我也不会去 去再一味的去妥协 再去找你 而且他自己 对感情本身 也太不负责任了 后来你有找过 你前面那女朋友吗 没有了 就你们分手之后 你一次都没去找过他吗 没有 当时你认为 他会来找你 嗯 其实当时的想法很矛盾 又想他来找 又想他不来找 因为那个时候 你在一段新的爱情中 那个不算爱情 在我看来 爱情只是 都应该是互相的 而不是单方面的 包括走到现在 等会儿 那你跟这个新的女朋友 这个情感是单方面的吗 对 是你喜欢人家 对 但人家并不喜欢你 嗯 是 你会不会觉得 后来先交了这个女朋友 或者说先跟这个女孩子 可能本就跟你不在一条线 生活线上 本来就不在 只是你自己 伸手够了一下 没够着 自己大了一下 然后还把之前的 一个很好的东西给扔掉了 对 所以你会觉得 遗憾和后悔 遗憾 但应该不会后悔 你觉得如果没有 这个女孩的出现 你和你之前的女朋友 会走下去吗 因为生活中 本来就充滞了 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这件事情过去多久了 四年 已经又四年了 嗯 也就是说你用了四年来疗伤 应该也没过去 因为就像前一阵子 我们在水上上大学 回去的时候 也不想回去 可是在那地儿 自己一人回去 承受不来 跟他玩的那个女孩 跟他女朋友 肯定不是同一个类型 他可能比较喜欢 那个跟他出去玩的 那个女孩 和你走在一起的时候 我会不会 因为前面这个经历 会有些许的不安全感呢 你觉得 其实谁都会吹线长一致啊 嗯 我作为一个男人 或者作为一男孩会有 女孩也会有 现在 其实在我看来 我觉得感情是公平的 不能说五五分 那最起码二八三七也得有 来 这位女嘉宾 刚才这个小伙子 讲的这个情况 你们能理解吗 不太能理解 难了 二号黎嘉宾在吗 在 你就是啊 嗯 他讲了这么多 你还不理解呀 不理解 你不理解在哪呢 不知道他现在对感情 是个什么态度 嗯 不知道他现在是个什么状态 他现在对感情的态度 非常简单 他已经说了 叫做吃一切 一定能长一致 嗯 真能长一致啊 回答他 真能长一致 我就怕女孩子这样想 但是姑娘 我也这么觉着 我觉得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一辈子可能会经历很多事情 那我觉得他在 这么年轻的时候 经历了这样一件 让他痛定思痛了四年的事情 我倒觉得是可以信任的 因为他用了四年的时间 一直在思考这件事 我觉得 对于一个27岁的男孩来说 够用了 所以我就在想 他是什么心情下来 报名参加选择的 特别希望各位女嘉宾 能给他一个宽松一点的环境 理解我的意思吗 嗯 理解 我帮你问一下啊 他刚刚讲的这些 你能理解吗 嗯 我觉得对于他这个年纪来说 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 他现在能这样回顾 包括反思 对于他来说 是一件就是 嗯 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 嗯 我觉得他这样粉丝过后 包括他现在这种状态 也能看得出来 他是真心悔过 他肯定会找一个就是 他是爱的女人去爱 但不会找一个他爱她的女人去爱 活泪 活泼 善解人意的女生 但私底下 我是一个特别安静的人 有时候会经常 一个人坐在咖啡厅里 一待就是待一整天 我希望找到一位成熟懂事 善良 有孝心 会照顾人的男士 希望早日遇见他 你好 小新台阶 主持人好 嗯 男嘉宾好 你叫大家为什么笑吗 你跟他可真是一对儿呀 是不是啊 不是一家人 只做一家对儿呀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笑吗 我也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呀 有没有人站起来要握手啊 我也没握手 没握手倒还好 关键是我有那么矮吗 不是 我是这样 请小新台阶 然后你就静止走过来 你竟然也没看见 可能是太紧张了 主持人 你在表达的时候有些问题 你每次我也注意到一个细节 你说 注意台阶 你是说注意台阶 你时间不对 你应该说 注意台阶 可以握手吗 基本上你伸得晚一点 是吧 你可以不说 注意台阶再抬手 你是注意台阶 你说谁这个时候 想的还是要握手 你说的是台阶 还是手 那我赶紧的 我来补一个 没事没事 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你特可爱啊 可能他们不太注意这些地方 这些礼节 这两个细节 这两个真是想死 请问你有亲友团在现场吗 有 不会是你妈妈吧 有妈妈在 哪位是妈妈 刚才那动作您看见了吗 看见了 着急吗 急 我使劲在跟她说这样这样这样 她不看 她不看 您看见我在使劲伸手了吗 我看见了 看见了 挺替她着急的 她不懂 没事 没经历过 这倒没关系 关键是你女儿是个多么专心致志的人 是 我说注意台阶 她就 对对对 一直这么走 特别挺 挺实在挺踏实 挺那个什么一个人 挺老实的 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她怎么没有这么年轻一个妈妈 真的很年轻啊 这个对这小伙子印象怎么样 一看就不怎么样 你是不是怕她以后再有这事 你女儿受罪啊 我挺担心的 挺担心的 我希望我女儿不要那个 就不要那么那么多感情纠结 就能够平平坦坦的 我想问一个稍微八卦一点的问题 你们你跟她爸爸的感情好吗 我离婚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问 她对这个小伙子什么情况 她立刻就说出来 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孩子的父亲爱赌博 完了那个没有担心不顾家 跟其他情感没关系吧 离婚的时候没有 还没有 那就是你带着女儿一个人长大的 对 孩子三岁的时候我们就离婚了 一直到现在吗 对 你没有在找过吗 因为孩子小的时候也有人介绍 那会儿年轻也不少人追 当时因为孩子小 她害怕我再找人以后就拜她了 反正就比较比较反感吧 所以后来我就干脆 我就喂了孩子 我没找 听妈妈说会很难受 妈妈很不容易吧 对 妈妈到现在还是单身吗 对 是单身 妈妈需要找一个对象吗 需要 一定需要 千万别哭了 来对了 我们这解决了小的还解决大的 多好啊 像单亲的这个 确实更希望有一个踏实的那种依靠 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状况 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考虑 你俩挺劈配的 刚才阿姨说 特担心她女儿这感情坎坷 所以不看好你 来这儿就没打算 说出这段故事让别人看好 想我一跳 我以为你说来一个 我就没打算选上了 很想为这个小伙子说一遍 两句 这小伙子他今天 所有的发言 你要是打包去看他整个的发言 他是一个多么坦诚 多么敢袒露自己所有故事 细节的一个男人 我相信他在这个故事当中 应该找到他教训的一部分 所以说不要把有精力 当成一种恐惧的事情 有的时候精力是一种镜子 你觉得我刚才说那事重要吗 重要 你觉得你已经没话可说了 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 到这儿讲了这个事情了 没有 真的没有 姑娘你为什么会告诉他重要 我觉得他有点不靠谱 这三字都甩出来了 那你觉得一号男孩靠谱吗 靠谱点 靠谱点 那你喜欢一号男孩那样的男生吗 喜欢一点 对 一号男孩说 宠上天 宠上天 他说要当公主 他说他是当过公主 人家一看显然就是 按照计划调动感情 来 你好男嘉宾 听明白了 他刚才 到 手机 是 李正 是 这位女嘉宾怎么样 蛮可爱的 适合您吗 还可以的 就是再继续观台 你估计你能把他捧上天吗 应该可以的 交往一段时间 应该不成终必要 这个二号嘉宾啊 为什么突然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你啊 你是挺对不起我 下一期您再给我还卖个节目吗 他已经准备再来一次了 估计这次是没戏了 那可不一定 没准 有人就喜欢你这样的呢 姑娘 你结婚了吗 没有 有男朋友吗 没有 你觉得二号男嘉宾怎么样 我觉得 还行吧 有 有经历一些感情的朋友 挺好的 挺好的 你说下一段会更好一些 你 你结婚了吗 没有 有男朋友了吗 没有 没有 那你觉得二号男嘉宾怎么样 我觉得他就是 经历过这些感情之后 可能会对生活更有 有更好的真实吧 那首歌怎么唱 不经历风雨 怎能见彩虹 是不 小伙子 你估计三号女嘉宾能喜欢你吗 再归你出来了 三号女嘉宾你好 主持人您好 这个 你能帮我 给这男嘉宾鼓鼓劲吗 我觉得二号男嘉宾 他内心还是善良的 挺坦诚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是个 内心非常干净的人 所以我们应该从好的角度 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像王岛说的 他很坦诚 那也就是说你对他印象不错了 对 二号小伙子 你只能把宝押在 三号女嘉宾身上了 来 休息一下 再见 再见 感觉人怎么要说了 谁跟他聊了 我就跟他说一句话 就憋回去了 二十三岁 就已经当过公主了 当过 在那段爱情中 他对你很好吗 很好 好到什么程度 我生病的时候 他可以不眠不休照顾我 夜里总要喝水 然后经常会咳嗽 然后他都会 他反正应该是没有睡觉 然后都会滴水给我喝 我觉得这就很好 因为人在生病的时候 是比较脆弱的 对 你希望他能关心到你 嗯 那这么好的一段感情 为什么最后分开了呢 两个人吵架的次数太多了 有多多 就数不清楚 太多太多了 他是你的同学吗 不是 是朋友介绍的 当时就是觉得 这个男生 是一个很老实的男生 会对自己女朋友 特别好 特别稳定 所以对他印象还不错 但是后来发现 他 他没有安全感 管得有点太多了 你去哪他都管 对 一出门就发短信 对 他不信任你 对 特别不信任我 但是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不信任我 嗯 其实你心里面只有他 对 雨露我跟我差不多相似 五十五十吧 公主跟那个 对 你要宠 挺匹配的 对对对 怎么样 看着 你和你的爸爸联系多吗 没有过联系 三岁到现在没有过联系吗 对 是妈妈不允许你联系吗 不是 是他不跟我们联系 他在北京吗 他不在北京 你有办法联系到他吗 也没有 就包括我觉得他可能现在连我生日都不知道 假如有天 有一年你的生日突然收到一个陌生号码说我是你父亲 你估计你会是什么样 我觉得可能是诈骗信息 诈骗信息啊 也就是说你宁愿相信有骗子这样联系你 对 都不相信你的父亲会联系你 嗯 对于你来说 今天录节目这个时间其实是很特别的对吗 因为明天是我生日 那我就要请下面这位男嘉宾 用他这个深沉的声音为你唱首生日歌 你看怎么样 好 掌声有请三号男嘉宾 大家好 你好 陪台阶啊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叫陈津平 今年33岁 我的职业是一名电器工程师 我老家是甘肃的 然后现在已经落户在北京 我的性格呢 有内向的部分 也有外向的部分 当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也能玩得很开心 一个人的时候 也能安安静静地做一些事 看一些自己喜欢的书 我比较喜欢运动 每天如果有时间 我都会去跑跑步 周末的时候 也会和朋友 同时一起去打打羽毛球 去游游泳 我喜欢的女孩子 应该是比较温柔的女孩子 因为我不 不善于吵架 如果吵架太凶 我感觉比较恐惧 一个人 单身很久了 也想早点结束这种状态 希望我能早点遇到 那个心目中的她 会唱生日歌吗 会一点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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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唱得挺好 我问一下 你对这个小伙子的印象怎么样 她上来以后 感觉气氛都轻松了很多 挺阳光的 你介意她不是北京人吗 不介意 我觉得我是新北京人 户口在北京 对 我落户这了 我要扎根在这个地方 她一上来 感觉还挺好的 感觉比较懂事 对这小伙子的印象怎么样 挺好的 但是她比你女儿大十岁 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 年龄不是问题 我觉得大一点好 成熟一点 像我们家闺女 她不太懂事 就不太成熟吧 看来妈妈对这小伙子的印象好 这位妈妈 您对这小伙子的印象怎么样 挺好的 这眼睛好的 这个 这儿有一姑娘 今年29岁 做什么职业来着 互联网 那你们俩这挨得挺近的 她是IT 您是电器 有 她是工程师 那职业怎么样 挺好的 职业挺好的 您看这是她的爸爸和妈妈 非常的认真啊 这也妈妈来了 你妈妈来了吗 来了 真的 你妈也来了 阿姨你好 你好 你好 这儿子是你的骄傲吧 还行 还行 您从甘肃到北京的 我来是见不着 着急儿子这婚事 着急 我这姐妹妹的儿子 都有娃娃了 都一小孩了 别人都有小孩了 对 他怎么还不找啊 小小小事了 他找不到对象 他自己也不找 要是不来这儿 连对象都找不着 我着急 着急 那您看啊 这场上有一个姑娘 那儿还有一姑娘 你觉得这俩姑娘都咋样啊 都不错 都挺好的 您的意思就是说 哪个当我儿媳妇都行 对 我儿子只有圆子 我年圆子就撤 这什么都有事都说 但是他为什么说完以后 立刻指了下那边呢 都行 都行 你估计你妈妈会喜欢哪一个 但是我妈还是更多的尊重我的意见 是吧 底下那个 就29那个 我说他们俩差不多 29跟33 能告诉我对她的印象怎么样 如果给打分打多少分 90 这么高啊 对 你如果给她打个分打多少分 91分 对她印象不错 我来帮您采访一下她的故事好不好 好 好吧 来休息一下 有什么话对她讲吗 因为我也是单亲家庭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 已经应该学着坚强 你也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 对 那有共同语言呀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 学会坚强 然后找到自己的幸福 很重要 试着去多笑一下 我们俩经历差不多 我也希望你坚强点快乐 谢谢 我怎么感觉你们俩要抱头痛哭的感觉呢 没有 但是我发现你们俩的妈妈倒聊得不错 来吧 休息一下姑娘 再见 好 我觉得因为她的生活环境 从小都是缺乏 这个父母都不完整 然后有这种亲切的体会 我要找的话 应该不会找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从小没有父爱 或者是没有母爱这种 给她的心灵会有多少一些阴影 所以我想我的前半身是这样的 但是我的后半身不要这样 上一段爱情什么时候结束的 大学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将近十年没谈过恋爱 没有十年 我毕业时间不长 零五年毕业的到现在六七年了 然后中间的话可能很短 很短接触过几个女孩 可能最后因为种种原因吧 都分手了 也就是说你最深刻的一段情感 就是大学的时候 怎么说呢 一个是印象比较深 第二个是持续时间的话 也比较长一些 几年 也没有像你夸张的几年 其实是半年左右 半年 这是你最强的恋爱了 你是不是属于不太会谈恋爱那种 其实可能在这个之前还有一段 可能那个是 一直是处于一种不太好的状态 就是说可能是我当时 可能一直放不下那个 但是其实 就是你有一个初恋女友 对 他影响了你很多 影响很长时间 因为直到那个 很久很久以后 我才开始那个大学的那个 第二个 所以说那个影响比较大一些 现在你们还有联系吗 现在有时候能看见 那个QQ空间里头 有时候他会拍一些照片 但有时候会看到一些 他结婚了吗 结婚了 有孩子了吗 有了 生活得很幸福 他挺好 你着急结婚吗 有时候着急 有时候不着急 什么时候着急 什么时候不着急 着急的时候 看着我妈就着急 也就是说你妈最近来了 所以你急了 我妈对这个事 一直比较那个 那我呢 其实说白了 我可能是 也一直在努力 调整自己的状态 那我想问一下 你刚才说 你跟她 跟她那女孩一样 你们都是单亲家庭里长大的 你多大时候 把妈离婚吧 是四岁了 十四岁 四岁 四岁 你跟刚才那个女孩 好像啊 差不多 三岁四岁 你知道她们离婚的原因吗 听我妈说过一些 你跟你的生父有联系吗 基本上没联系 我都没见过她 我怎么觉得 她简直就是那个男版的 二号女嘉宾啊 不会 我觉得不是 但你比她开朗 我也走过一段 比较痛苦的时候 我觉得三号男嘉宾 她从个人经历方面来 应该是很成熟 很稳重的 应该懂得更照顾人 会照顾人一些 妈妈后来又咋婚了吗 幸福吗 妈妈现在是在婚姻状态中吗 没有 第二次又离婚了 是因为你吗 有我的原因吧 什么原因 就说 我这副提出来说 因为我当时已经 承认了 承认了 就说 让我妈再不要管我了 让我自己去生活 因为毕竟我也长大了 也有 那时候也有工作了 然后完了以后 我妈 她们不同意这一点 她说这个 毕竟是 我带出来的 她要 她要过幸福了 那我肯定高兴 她要是不行的话 那我肯定不能放手 然后最终 就导致 贪奔了 所以说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会更觉得心里面愧对妈妈 或者说挺难受的 其实我 我现在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我妈是 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坚强的妈妈 心疼妈妈吗 非常 你知不知道 你的 这种状态 非常有感染力 不好意思 我妈当时 两年前了 就说过 你成家了的话 我也可以再 走一步 有时候我就想 可能我现在老是不结婚 对我妈印象太大了 我觉得你现在 对我表达非常好 再换个心情 你想想 你最后这句话非常对 你往前迈一步 妈妈跟着往前迈一步 你们就是四个人的幸福生活 你理解吗 理解 理解 这位姑娘 你听过她刚才讲故事 对她的印象 是更好一些了呢 我是觉得 她和阿浩尼嘉宾 更合适一点 哟 你倒挺大公无私的 我 我就是这样感觉的呀 我觉得 观众席那个女孩 表现得挺大方的 我估计 三号男嘉宾的母亲 会比较喜欢呢 首先她这句话的意思 是有点小吃醋 但同时 并不代表她不喜欢你 对吧老庄 而且这个姑娘 有一个问题 她可能会觉得 两个命运相同 两个精力相同的人 更容易走到一块 来 推一下话筒 二号女嘉宾 主持人好 刚才三号男嘉宾 讲这些故事的时候 你会觉得感同身受吗 是有点感同身受的 你会不会觉得 你们的心更近了一步 可能吧 就觉得她现在的 这个状态非常好 就包括刚刚她一上场的时候 这种 他们两个在 她给她过生日的时候 我觉得很温馨 然后我觉得她现在这种状态 可以带领那个二号女嘉宾 走出来从以前的那个伤痛力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眼神 当你说 我觉得她和二号女嘉宾更合适的时候 这位先生的第一反应是看了一下妈妈 你认为这个眼神中包含着什么 我觉得她 她是一直觉得 她 可能阿姨对我感觉好一点吧 选择的魅力就在于 不到最后你永远不得到答案 别说啊 保密啊 保密姑娘 三号女嘉宾 你对这位先生的印象怎么样 您好 我觉得这位先生的内心特别坚强 因为她的特别成熟 稳着 我觉得三号女嘉宾 是个特别可爱的女孩 你基本上可以起个小名叫创可贴 当谁有 谁有伤心的地方 不如意的地方 三号女孩都会站出来 我要替她说两句 一号先生她说了 二号先生她说了 三号先生她又给她鼓劲 你赶紧来到现场吧 我特别想见见你 好吗 你好 雷台天 江南女子吗 你好番杰 是的 我们就用这么大劲 是不是从来不穿高跟鞋呀 我第一次穿这么高的高跟鞋 我就怀疑 要不然那个路都不会走了 你好 大家好 我叫蔡岔 29岁 是一名中医医生 我来自于羽米自乡的湖南 我是一个红碗大翻 气额肋肝的女生 我平时最大的心肌二号 就是用中药来做一些药材来调你自己的身体 有时间的话我会去念一下巴黎形体来丰富自己的生活 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位真心对我有责任心强能担当的男人 希望早日遇到他 我问一句话 这些卡脚 稍微有一点 一定非常卡脚 您瞅瞅你那儿都已经被卡出血泡来了 没关系我能坚持 从这个表述度可以看出来 你是一体能吃苦的孩子呀 是 因为我是 从中长大的吗 是 我还有个弟弟 所以我是姐姐 所以我比较能吃苦一点 我估计那儿把这俩能行 因为如果说这三二一上 我大概就知道这情况了 台下那个稍微有点女人了 现在这双鞋的感觉 你已经都感受过了 你不介意穿一下我的鞋吧 你穿着我的鞋 走一圈 你觉得哪一个更舒服 来 我还给你 如果这两双鞋在家里边 你是选择那双鞋 还是选择这双鞋 我两双都不会选择 两双都不会选择 因为都不合适 是的 王道 你有没有发现 他穿完这个鞋子 是拖到你脚跟前的 对的 就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是回到我的鞋这 我脱了 是你拿过来的 你再拿回去就好了 甚至可能用手拿着扔过来 但是他是走到跟前 把鞋的位置放好 他脱了他再回去 就是他顾忌别人的时候太多了 而且你看刚才在整个过程中 每一位男嘉宾 当遇到被我们场上的人 稍微有些刁难的时候 他都是第一个挺身而出的 我要安慰一下 所以你真的是个特别好的女孩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女孩子如果特别多的为别人着想 就有可能会被伤害 或者就有可能造就一个容易伤害你的男人 就算伤害过以后 也是他们必不得已这样做的 你在爱情中被伤害过吗 其实谈不上伤害 他跟我谈的时候 对我真的很好 也就是因为对我好 所以我才愿意接受他做我男朋友的 谈了多久 谈了一年多 是他提出来的分手吗 他没有勇气提出来分手 但是他选择了勇气逃避 和我付年戏不接我电话 所有的一些 是你们都准备谈婚论嫁了吗 是的 他做了逃跑新郎 他也谈不上逃跑新郎 也许他还没想好吧 我们只是订婚还没有结婚 他走的时候他不接你电话之前 没有任何征兆吗 有 我感觉到了 但是 我给他辞生选择 因为我求的是一新人 不是多新的 也就是说他有了新的女朋友 所以才不接你电话 他在考虑 他也在想有没有这个能力 然后你怎么做的关键是 等待他 也许有一天 会发现 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 像我一样对他那么真 傻姑娘 等了几年 四年 四年 你今年多大 二十九岁 对女方不负责任吧 你大妈当中的选择人 女嘉宾更没有必要为了 那个男的那么难过 因为那个男生没有选择 三号女嘉宾 是他错过了性命 为什么 对这个人 我知道 女嘉宾 近期 猫 女嘉宾 不曾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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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刚刚她说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我自己没走出来 你在等着她 我觉得作为女孩子 今天既然来了 你们应该回去认认真真地分析和思考一下 说当初这个男人 为什么走得这么决绝 仅仅是因为他不负责任吗 如果仅仅是不负责任 这事就好办 关键是我至少从你们两个人身上看到的不完全是不负责任 而是那个男孩子走之前并没有告诉你他全部的想法 这位姑娘 三好 你这个男朋友走的时候有告诉你让你等他吗 他说了 他怎么说的 他说希望我给他一点时间 如果他说请你等我和他说给我一点时间 这是两个概念 考虑考虑 对 这是两个概念 如果他说请你等我 那我认为这是一句承诺 就是请你等我 都有可能跟那个跟我考虑考虑意思是一样的 因为他是个人 他就有他善良的一面 他不想伤害你的时候 有可能他说出很多理由来 是为了让你在那一刻他不要看到你伤心 但是之后他没有再跟你联系 这就是一个态度 说明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跟你不再联系 而不是考虑好了以后回来找你 好了 那今天 哎呀 太沉重了 我们来换个话题 有什么才艺吗 本来准备了一个摊 本来准备的才艺是针灸舞 本来是准备了一个枸杞地黄汤 枸杞地黄汤 对 是两味中药 因为觉得时间有点缠了 所以就没带过来了 放在那个休息室 关起来是 好 一会我录完这期节目正好去喝点枸杞汤 补补补 好吗 好的 好吧 来请各位先生女士回到现场 来进行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 有请各位 谁愿意第一个选择向前迈一步 各位年轻人希望你们都勇敢一点 三号先生选择吗 一号了 你为什么最后逛一圈选一号了呢 因为我刚才也说了 我愿意把这个作为一个开始 但是你们俩并没有交集啊 看着顺眼了呢 为什么没有选择二号能告诉我吗 二号我感觉差别差得比较远 他怕给人家弄不成公主 对 对 你们俩不有很多共同点吗 感觉吧 感觉 对 选择成功 恭喜二位 其实我特别理解这位男孩的感觉 其实他是从你身上 由另外的一种感觉 迅速转换成了一种喜欢 甚至是一份在意 对 而且他觉得他能够对你这样的人 有办法把心拢在他这里 关键是我觉得 在他选择一号女嘉宾的时候 二号女嘉宾的眼泪差点掉出来 没有的 我看到的 起码是这样 来继续开始 一号男嘉宾选择吗 选择 真选吗 加油 安眠 好难啊 你是来之前就想好选择他 还是因为三号没有选他 你想安慰他 没有 这东西我觉得应该是个人家想管 对 有一种潜在的匹配度 一个是要使劲宠 一个是必须宠 对啊 一个要当公主 一个是宠上天 一个是宠上天 这个就看连的经济的交往吧 个头也合适 你想不想让他宠你一下 想 想 所以这事呢 有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第一时间判断 对啊 你看你妈妈高兴的 其实挺好的一个北京男孩 是是 对啊 圆糊糊的不怎么爱说话 就知道宠人 来吧 选择成功 选择成功 这不会三对都成了吧 二号选手 选择还是放弃 放弃 放弃 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了 来吧 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场上还有一位可爱的姑娘和一位小伙子 请喜欢他们的朋友们 获得我们的热线电话 好 请算一切闯满 我也不会改变 我前提跟我说 你想都不要想 现在心情后悔 要么他就温柔 要么他就强势 求求你了 给我买吧 求求你了 不可能 也就是你一见先生 你什么都忘了 你妈来了 现在我们结婚证都得加印了 拉松 某位女士 给一号先生塞这个条 我能看一下吗 敬请收看明天的选择